對於我自己本身 陳偉的人生來說 其實我是因為這段婚姻 而令到我損失很多很多 每遇到一個人 當初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是我很開心的 但是兩個人相處 大家的相處方式 其實是很影響兩個人之後的關係 家庭、愛情、事業來說 其實三方面我不會把事業放在第一位 之前我是缺乏愛情 所以我才把比重全部放在事業上 我想我會把家庭放在最頭 換轉如果我30歲之前 放在這個時間 我可能都會考慮生小孩 表面上是一個女強人 但是我覺得這是環境迫城 如果我小時候很積極去學習 懂得更多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可能會更好 Hello 各位情報的讀者 你們好 我是陳偉 這個女強人形造出來 可能是因為我的外表 外表給人的感覺好像很獨立 又高大大 又好像很聰明 其實我自己私底下 我陳偉這個人是挺相反的 我會比較靜態 還有雖然我都會獨立 但是我覺得這是環境迫城 如果有依靠的時候 我當然也很想去依靠一下 小時候我的性格挺男性頭 而且挺好強 游泳、踩單車 這些通常都是小時候都會跟著 會喜歡欺負男性 可能都是因為生得比較高大的原因 都會很得到老師的信任 頒獎、行獎、封紀等等 都經常成年 他有一個挺獨立能幹的感覺 出來的人 我不是一個很安分 算是很安分手的人 其實我很怕門、很怕沉門的東西 當時也有考證古功 或者是否去做文員 還是做護士 當時也有去做一些兼職模特兒的工作 化妝師的朋友就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人生要缺詐 你的腦子很難走 或者是你本身是一個這麼窄的女生 不如試試選美 因為短期他有份訓練 在訓練中可以學會很多事 也好像是 那就去試試吧 演繪演芳那次 我反而第一次可以接觸到一個角色 以一個人物 以有的人物去做藍本的角色 就算我本身已經是美演芳的歌迷 但是我都會多看很多他以前的作品 有一個優勢 就是原來身邊有很多其他演員 跟他跟美演芳熟的 會覺得原來有很多小童靜是跟他相似的 這些才是天常可以幫到 但是我都下了很多心思去演這個角色 當時我的想法可能會是 我覺得我認定了一個人 就一定是 是從一而中地喜歡這個人 我這個人 相處是否真的那麼適合 我都決定了我要嫁給他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一直都是這樣 我去 為了他而去 離開了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是損失了很多東西 反而如果在香港 可以做回自己喜歡的職業 除了可以豐富我自己的人生之外 其實對社會的貢獻我可以做得到 會是整個人的人生價值會高很多 大家看到我這幾年 是這麼努力地 或者是這麼積極地 這麼不斷地去拍劇 某程度上就是一個 用工作去充斥我所有的時間 令我沒有其他時間去思考其他事情 一個多功能的老婆 是否代表是一個很好的老婆 是男人都喜歡的 其實未必一定是 你都要看男人願不願意去拍制 他不拍制的話 你不斷在這裡怎樣做怎樣搞 都是無用的 一定要兩個互相去付出 一定要用心去經營這個關係 才可以有一個正果 九十年代 就是一輩子 其實那時的雷星 或者那時的社會氣氛 那些人都是不生孩子的 即是以前那些 即是算生孩子 都不知道躲到哪裡生 生了又不認 可能一幾年 現在的 尤其是現在的風氣 其實很喜歡生孩子 或者比較早點結婚 很希望生多一點 那 換轉如果我30歲之前 或者那段時間 再重新開始過 可能我會有 放在這個時間 我可能都會 考慮生孩子 其實我小時候 就是我煮飯的 我爸爸煮東西會比較好 我會進廚房 很喜歡看他煮飯 他下糖下鹽 我炒兩下 我覺得那個 送我有份的 我又很有滿足感 那晚久而久之 我媽媽去買菜 我又很喜歡陪他去街市 那去到街市 有很多 以前有些芒果 椰子汁 或者有很多 小食的東西可以吃 所以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那到了大國 自己出來做事之後 也都吃多了 很多外面的餐廳 自己喜歡研究 身邊的人都喜歡吃 所以我就會煮給他們吃 人生不愉快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是會比 你很開心的時間 是多很多的 不好的時候 你必須要調整自己 一個平常心的心態 你自己要走出去 你才可以有機會 得到你想要的 快樂 或者想要的 物質 想著田 愛某早改變 如果你首書的圖 坐在那裡 原來是沒用的 永遠都是一樣的 必須要衝破月 突破月去做的事 才可以令到 局面可以變心